话说宝玉见晴文将雀球补完 已使得力尽神威 盲命小丫头子来替她捶住 彼此捶打了一回歇响 没一顿饭的功夫 天已大量 且不出门 只叫快请大夫 一时王大夫来了 整了脉 疑惑说道 昨日已好了些 今日如何反须服微缩起来 敢是吃多了饮食 不然 就是劳了审思 外干却倒轻了 这汉后失调痒 非同小可 一面说 一面戳去 开了药房进来 宝玉看时 已将疏散去协助要捡去 道添了福令 帝皇 当归等一神养血之计 宝玉一面盲命人兼去 一面探说 这怎么处 糖货有个好歹 都是我的罪孽 晴文睡在枕上害道 好二爷 你干你的去吧 那里就得了劳病了呢 宝玉无奈 值得去了 治下半天 说身上不好 就回来了 晴文此症虽重 幸亏他素兮是个实力不实心的人 再者 素兮饮食清淡 机宝无伤的 这甲宅中的秘法 无论上下 直掠有些伤风咳嗽 总以敬恶为主 刺责服药调养 故于前一日病时 就饿了两三天 又谨慎服药调养 如今虽劳碌了些 又加倍培养了几日 便渐渐的好了 近日园中姐妹 接个在房中吃饭 吹窜饮食甚变 宝玉自能要汤 要耕调停 不必戏说 习人送母病后 夜已回来 舍月便将 这儿一世 并经文碾竹出去 也曾回过宝玉等语 疑的告诉习人 习人也没说别的 只说太兴急了 只因李丸一音时 气感冒 刑夫人正害火眼 迎春秀烟 结果就朝夕试药 离审之地 又接了离审娘 李文 离起家去住几天 宝玉又见习人 常常私母寒悲 情文又未大御 因此失设一室 皆未有人作兴 便空了几室 当下已是腊月 离年日尽 王妇人和凤姐儿 治半年事 王子腾生了九省都减点 贾宇村捕售了大司马 协力军机 参赞朝政 不提 且说贾珍那边开了宗祠 助人打扫 收拾供契请神主 又打扫上屋 已被玄公一阵影像 此时荣 宁二府 内外上下 皆是忙忙碌碌 这日 宁府中有事挣起来 童贾荣之妻 打点宋贾母这边的 针线礼物 正直丫头捧了一茶盘 压碎克子进来回说 心儿回奶奶 且儿那一包碎金子 共是一百五十三两 六千七分 里头橙色不等 总清了二百二十个克子 说着 递上去 游士看了一看 只见也有梅花式的 也有海棠式的 也有笔定如意的 也有八宝连春的 游士命收拾起来 心儿将银克子 快快交了进来 丫鬟答应去了 一时贾珍进来吃饭 贾荣之妻回避了 贾珍因为游士 咱们春季的恩赏 可领了不曾 游士道 今儿我打发荣儿关去了 贾珍道 咱们家虽不等 这几两银子时 多少是皇上添恩 早关了来 给那边老太太送过去 支办祖宗的 贡上领皇上的恩 下则是托祖宗的福 咱们哪怕用 一万银子供祖宗 到底不如这个有体面 又是詹恩养福 除咱们这么一二家之外 那些是习穷官家 要不占住这银子 拿什么上贡过年 真正皇恩浩荡 想得周到 游士道 正是这话 二人正说住 只见人回 阁来了 贾珍便命叫他进来 只见贾荣捧了一个小黄布 口袋进来 贾珍道 怎么去了这一日 贾荣陪笑回说 今儿不在礼部官领了 又在光露寺库上 也又到了光露寺 才领下来了 光露寺老爷们都说 问父亲好 多日不见 都注实想念 贾珍笑道 他们那里是想我 这又到了年下了 不是想我的东西 就是想我的戏酒了 一面说 一面瞧 那黄布口袋上有封条 就是黄露 用阳四个大字 那一边又有 李不辞祭祀的印记 以行小字 倒是宁国公假眼 荣国公假法 恩赐永远春祭上 共二分 竟折银若干粮 某年月日 龙敬为后不是 为贾荣当堂领契 执年四成某人 下面一个珠笔花样 贾珍看了 吃过饭 灌树笔 换了薛帽 命贾荣捧着银子跟了来 回过贾母王夫人 幼稚这边回过贾舍行夫人 放回家去 取出银子 命将口袋 向宗赐大炉内坟了 又命贾荣道 你去问个你那边二婶娘 正月里请吃年酒的日子 你了没有 若你定了 叫书房里明白 再开了单子来 咱们再请食 就不能重复了 就年不留神 宠了几家 人家不说 咱们不留心 倒向两家商议定了 宋虚情 怕费事的一样 贾荣忙答应去了 一时 拿了请人吃年酒的 日期单子来了 贾珍看了 命交给赖生去看了 请人别中了 这上头的日子 因在厅上 看住小四们 抬为平 擦摸几岸 金银供契 只见小四手里 拿着一个饼贴 并一篇账目 回说 黑山村屋 庄头来了 贾珍道 这个老砍头的 今儿才来 贾荣接过饼贴和账目 忙展开捧住 贾珍道背着两手 向贾荣手内看去 那红饼上写住 门下庄头乌尽笑 叩请颜奶奶万福金鞍 并公子小姐金鞍 新春大喜大福 荣贵平安 家官近路 万事如意 贾珍笑道 庄家人有些意思 贾荣也忙笑道 别看文法 只取个吉利而罢 一面忙展开单子看时 这件上面写着 大鹿三十只 章子五十只 桃子五十只 鲜猪二十个 汤猪二十个 龙猪二十个 野猪二十个 加蜡猪二十个 野羊二十个 青羊二十个 加汤羊二十个 加枫羊二十个 寻黄鱼二百个 各色杂鱼二百斤 活鸡鸭 额 各二百只 风鸡鸭 额 二百只 野鸡 野猫 各二百对 熊掌二十对 鲁鲸二十斤 海参五十斤 鹿手五十条 牛手五十条 撑钱二十斤 针 松 桃 姓阳 各二口袋 大队下五十对 担下二百斤 银双碳上等 选用一千斤 中等二千斤 柴探三万斤 玉田腌制米二丹 碧诺五十虎 白诺五十虎 粉精五十虎 杂色两股各五十虎 下用长米一千丹 各色钱菜一车 外卖两股生口各项 折营二千五百两 外门下孝敬狗玩意儿 活鹿两对 白兔四对 黑兔四对 活锦鸡两对 西洋鸭两对 假针看完 说 带进他来 一时 只见吴静孝进来 只在院内磕头请安 假针命人拉起他来 笑说 你还硬朗 吴静孝笑道 不瞒爷说 小弟们走关了 不来也闷得慌 他们可都不是愿意来 见见天子脚下失眠 他们到底年轻 怕路上有闪失 再过几年 就可以放心了 假针道 你走了几日 吴静孝道 回爷的话 今年雪大 外头都是四五尺深的雪 前日忽然一暖一化 路上竟难走得很 耽搁了几日 虽走了一个月零两日 日子有限 怕爷心交 可不赶着来了 假针道 我说呢 怎么今儿才来 我才看那单子上 今年你这老货 又来打雷台来了 吴静孝忙进前两步 回到 回爷说 今年年车实在不好 从三月下雨 接连层直到八月 竟没有一连勤过五六日 九月一场晚大的薄子 房间二三百里地方 连人待访 并生扣粮食 打上了上千上万的 所以才这样 小的并不敢说谎 假针道 我算定你至少 也有五千银子来 这够做什么的 如今你们一共 只剩了八九个庄子 今年倒有两处 报了汉老 你们又打了一台 真真是叫别过年了 吴静孝道 爷的这地方还算好呢 我兄弟离我那里 只一百多地 竟又大差了 他现管的那幅八处庄地 比爷这边多住几倍 今年也是这些东西 不过二三千两银子 也是有饥荒打呢 假针道 正是呢 我这边倒可以 没什么外乡大事 不过是一年的费用 我受用些就费些 我受些委屈就省些 再者 年历送人请人 我把脸皮厚些 也就完了 抵不得那府里 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 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 却又补添些银子产业 这一二年里赔了许多 不和你们要找谁去 无尽笑笑道 那府里如今虽添了事 有去有来 杨酿和万岁也起不少呢 贾真听了 笑向贾荣等道 你们听听 他说的可笑不可笑 贾荣等盲笑道 你们山岸海岩子上的人 那里知道这道理 娘娘难道把皇上的库 给我们布成 他心里纵有这心 他不能做主 岂有不赏之理 暗时暗节 不过是些彩断 古董 玩意儿 就是赏 也不过一百两金子 才值一千多两银子 够什么 这二年 那一年不赔出几千两银子来 头一年省金 连盖花园子 我算算 那一注花了多少 就知道了 在二年 再省一回亲 只怕就精穷了 贾真笑道 所以他们庄家老实人 外名不知理案的是 黄伯木做了庆锤子 外头体面 里头苦 贾荣又说 又笑向贾真道 果真的福利穷了 前我听见二婶娘和鸳鸯 悄悄商议 要偷老太太的东西 去当银子呢 贾真笑道 那又是凤姑娘的鬼 那里就穷到如此 他必定是见去路大了 实在赔得狠了 不知又要省那一项的钱 先射出这法子来 使人知道 说穷到如此了 我心里却有个算盘 还不知此天地 说着便命人带了 吴尽孝出去 好生待他 不在话下 这里贾真吩咐将方才 各物留出公祖宗的来 将各样取了线 命贾荣送过荣府里来 然后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 与者派出等等 一分一分地堆在月台底下 命人将族中子之换来 分给他们 接着荣国府也送了许多 公祖之物 挤给贾真之物 贾真看住 收拾完被供弃 撒住鞋 披着一件 蛇利孙大皮药 命人在听住下 时间上太阳中 扑了一个大狼皮 褥子复宣 闲看各子弟们 来领取年物 听见贾秦一来领物 贾真叫他过来 说道 你做什么也来了 谁叫你来的 贾秦捶手回说 听见大爷这里 叫我们领东西 我没等人去就来了 贾真道 我这东西原是 给你那些闲着无事 没进意的叔叔兄弟们的 那二年你闲住 我也给过你的 你如今在那府里管市 家庙里管和尚道士们 一月又有你的分历外 这些和尚的分历 银钱都从你手里过 你还来取这个来 也太贪了 你自己瞧瞧 你穿的可像个 手里使钱办事的 先前你说没进意 如今又怎么了 比仙道不像了 贾秦道 我家里猿人口多 费用大 贾真冷笑道 你又知无物啊 你在家庙里前的事 大量我不知道呢 你到那里 自然是爷了 没人敢抗尾你 你手里又有了钱 离住我们又远 你就为王称霸起来 夜夜招聚 匪类赌钱 让老婆小子 这回子花的这个形象 你还敢领东西来 领不成东西 领一顿 妥水棍去才罢 等过了年 我必和你二叔说 叫回你来 贾秦红了脸 不敢答言 人回 北府王爷 送了对联 荷包来了 贾真听说 忙命贾荣出去款贷 只说我不在家 贾荣去了 这里贾真 年走贾秦 看住领完东西 回屋给游士 吃必晚饭 一宿无话 只次日更忙 不必细说 已到了 那月二十九日了 各色齐备 两府中都换了门神 连队 挂牌 心有了陶府 焕然一新 宁国府从大门 阴门 大厅 暖哥 内厅 内三门 内一门并内垂门 直到正堂 一路正门打开 两边街下一色珠 红大高竹 点得两条金龙一般 此日 游甲母 游封告者 接案品级 驻朝服务 前座八人大叫 带领众人 进宫 朝贺行礼 灵燕碧回来 便到宁府 暖哥下轿 朱子弟有 未遂入朝者 接在宁府门前排班 伺候 然后引人宗词 且说宝秦 是初次进甲词观看 一面细细留神 打量着宗词 原来宁府 西边另一个院子 黑油栅栏 内五间大门 上面悬一边 写着是 甲氏宗词四个字 庞书 特进局 太副 前汉林 长院士 王熙献书 两边有一副长帘 写道 赶岛徒弟 赵姓赖宝玉之恩 功名贯天 百代养征场之圣 也是王太傅所述 进入院中 白石涌路 两边皆是苍松翠百 月台上设着 古铜顶一等气 报纱前面 悬一块九龙金扁 雪道星辉腐壁 乃仙黄玉笔 两边一副对联 雪道是 薰夜有光照日月 功名无见 吉尔孙 也是玉笔 五间正殿前 悬一块闹龙田青匾 雪道是 慎中追远 旁边一副对联 雪道是 以后儿孙诚福德 至今离数念凝容 据事欲比 里边灯竹辉煌 紧张秀木 虽列着些神主 却看不真 只见贾府诸人 分了招募 排班立定 贾镜主计 贾设培计 贾真献绝 贾连贾从献拨 宝玉捧香 贾长贾灵斩败殿 守凡尺 轻衣乐奏 三县诀 星败臂 焚不垫酒 礼逼 月旨退出 众人围随贾母 至正堂上影前 紧张高挂 彩平张护 香烛辉煌 上面正方中 悬着龙宁二组一项 皆是披蟒腰狱 两边还有几周列组一项 贾姓贾之等 从内移门S站立 直到正堂廊下 坎外方是假惊假设 坎内是个女眷 众佳人小思 接在移门之外 每一道菜质 传至衣门 贾姓贾之等便接了 暗次传至 接下贾静手中 贾荣系长房长孙 独她随女眷在坎里 每贾静捧菜质 传于贾荣 贾荣便传于她媳妇 又传于凤姐游氏诸人 直传至贡桌前 方传与王夫人 王夫人传与贾母 贾母方捧放在桌上 邢夫人在贡桌之西 东向立 同贾母贡放 直至将菜饭汤点酒茶传完 贾荣方退出去 归入贾秦阶位之首 当时樊从文庞之名者 贾静为首 下则从御者 贾珍为首 再下从草头者 贾荣为首 左朝右暮 南东女夕 其贾母年乡下拜 众人方一起跪下 将五间大厅 三间报煞 内外狼言 接上接下 两单池内 划团紧簇 塞得无一些空地 鸭雀无闻 只听铿锵叮当 金灵玉佩 威威摇曳之声 并起跪靴旅 撒他之响 一时礼弊 贾静贾射等 便忙退出至荣府 专后与贾母行礼 游士上方 地下铺满红栈 当地放着橡皮三足 泥丘流金发廊 大火盆 正面炕上 铺着新兴红栈子 设着大红彩绣 云龙捧瘦的 靠背银枕 坐入外 另有黑胡皮的福子 搭在上面 大白胡皮坐入 请家母上去坐了 两边又铺皮入 请家母一背的 两三位轴里坐了 这边横头排插之后 小炕上也铺了皮入 让行夫人等坐下 体下两面相对 十二张雕气以上 都是一次挥鼠 以搭小入 每一张以下 一个大同角度 让宝琴等姐妹坐 有时用茶盘 亲朋茶与贾母 贾荣媳妇 彭宇 种老祖母 然后有时又 彭宇 行夫人等 贾荣媳妇 又彭宇 种姐妹 凤姐李温等 只在地下伺候 茶壁 行夫人等便先 起身来是贾母吃茶 贾母与年老 轴里门 闲话了两三句 便命看脚 凤姐而忙 上去掺起来 有时笑回说 已经预备下 老太太的晚饭 每年都不肯赏些体面 用够晚饭再过去 果然我们就不计凤丫头了 凤姐而掺着贾母笑道 老祖宗走吧 咱们家去吃去 别理他 贾母笑道 你这里供着祖宗 忙得什么而适的 那里还搁得住我呢 况且我每年不吃 你们也要送去的 不如还送了来 我吃不了 留着明儿再吃 岂不多吃些 说得众人都笑了 又吩咐他 好生派妥当人 夜里坐着看香火 不是大义得的 尤氏答应了 一面走出来 至暖刻前 尤氏等闪过屏风 小厮门 采领教夫 请了叫出大门 尤氏一随行夫人 等回至荣府 这里叫出大门 这一条街上 东一边设立着 宁国公的仪仗指示乐器 西一边设立着 荣国公的仪仗指示乐器 来往行人 接平退不从此过 一时来至荣府 也是大门正门 一直开到里头 如今便不再暖阁下轿了 过了大厅 转弯向西 至家墓这边 正厅上下轿 众人围随同志 贾母正堂中间 亦是锦音秀平 缓然一新 当地火盆内 坟柱松百香 百合草 贾母归了座 老母母来回 老太太们来行礼 贾母忙起身要赢 只见两三个老轴礼 一进来了 大家玩手 笑了一回 让了一回 吃茶去后 贾母只送至 那一门就回来 归了正座 假经假设等 领了珠子得进来 贾母笑道 一年加男为女们 不行礼吧 一面男一起 女一起 一起一起 巨行过了礼 左右设下交椅 然后又按掌 又挨死归座受理 两府男女 小思 丫鬟 一按差役上 钟 下行礼逼 然后散了压岁钱 并荷包金银客等物 摆上和欢宴来 南东女席归座 县徒酥酒 和欢汤 吉祥果 如意高壁 贾母齐身进内间更衣 众人方各散出 那晚各处佛堂造王前 焚香上供 王夫人正房院内 设着天地芝麻相供 大官员正门上挑着脚灯 两旁高照 各处皆有路灯 上下人等 打扮得花团紧簇 一夜人声杂踏 雨笑喧甜 爆竹起火 络绎不绝 至此日无骨 贾母等人暗品上桩 百全赴之士进宫朝贺 兼助元春千秋 领艳回来 又这宁府寄过列祖 房回来 收礼币 便换衣歇息 所有贺杰来的亲友 一概不会 只和薛姨妈 黎神娘二人说话 随便或和宝玉宝钗等姐妹 敢围棋摸牌作戏 皇夫人和凤姐 天天忙着请人吃年酒 那边听上和院内 皆是戏酒 今有络绎不绝 一连忙了七八天 才完了 早又元宵将近 宁容二府接张灯结彩 十一日是贾是请贾母等 此日贾真又请贾母 王夫人和凤姐儿也连日 被人请去吃年酒 不能生计 这十五这一晚上 贾母便在大花厅上 命白几席酒 定一般小戏 满挂各色花灯 带领宁容二府各子 直孙男孙喜等家宴 贾京宿不饮酒如婚 因此不去请他 十七日四足一完 他就出城休养 秀时这几天在家 也只静是莫除 一概无闻 不在话下 贾舍领了贾母之赏 告思而去 贾母之他再次不便 也随他去了 贾舍到家中 和众门客赏灯吃酒 升歌锅耳 锦绣迎谋 齐取乐语 这里不同 这里贾母花厅上摆了十来喜酒 每席旁边设一击 击上设卢平三世 粉着玉刺百合公香 又有八寸来厂 四五寸宽 二三寸高 点缀住山石的小盆景 据是新鲜花卉 又有小杨旗茶盘放着 就要拾巾小茶杯 又有紫檀雕欠的大沙 透秀花草 狮子的婴落 各色就咬小瓶中 都点缀着碎寒三有 玉堂富贵等鲜花 上面两席 是黎沈娘薛姨妈做 东边单设一席 乃是雕魁龙虎平矮足短踏 靠背 银阵 疲入俱全 踏上设一个轻巧杨七苗金小吉 挤沙放着茶碗 术于杨金之类 又有一个眼镜匣子 贾母歪在踏上 和众人说笑一回 又取眼镜向戏台上招一回 又说 恕我老了骨头疼 容我放肆些 歪着像陪霸 幽命虎泊坐在踏上 拿着美人拳捶腿 踏下并不摆席面 只一张高级 设着高架樱落 花瓶 香炉等屋碗 另设一小高桌 摆着杯柱 在旁边一席 命宝琴 湘云 黛宇 宝玉四人坐着 每转果菜来 先捧给贾母看 席子柳在小桌上尝尝 仍彻了放在席上 只算他四人跟住贾母坐 下面方是行夫人 王夫人之位 下边便是游士 李温 凤姐 贾荣的媳妇 西边便是宝钗 李温 李起 秀嫣 迎春姐妹等 两边大梁 上挂着连三聚五玻璃踩碎灯 每席前竖住倒锤 荷叶一柄 柄上有踩住插住 这荷叶乃是杨赞发廊活性 可以扭转向外 将灯影逼住 照住看戏 分外针切 窗阁门户一级摘下 全挂踩碎 各种宫灯 狼岩内外挤两边游郎罩棚 将羊角 玻璃 戳上 撂丝 或绣 或画 或圈 或只竹灯挂满 廊上几席就是假针 假脸 假环 假虫 假荣 假琴 假云 假昌 假灵等 贾母也曾差人去请众族中男女 奈他们有年老的 懒于热闹 有家内没有人 又有疾病咽流 要来竟不能来 有一等杜妇 溃贫 不肯来的 更有曾为凤姐之为人 毒气不来的 更有修手修脚 不惯贱人 不敢来的 因此 族中虽多 女眷来者 不过假兰之母 娄氏 带了假兰来 男人只有假琴 假云 假昌 假灵四个 现在凤姐会下班时的来了 当下人虽不全 在家庭小宴 也算热闹的 当下又有林知孝的媳妇 带了六个媳妇 抬了三张炕桌 每一张上 搭着一条红毡 放着选境一般大 新出局的铜钱 用大红绳串穿住 每二人搭一张 共三张 林知孝家的轿 将那两张 摆着薛姨妈 李沈娘的席下 将一张送至贾母踏下 贾母便说 放在当地吧 这媳妇素质规矩 放下桌子 一并将钱都打开 将红绳出去 堆在桌上 此时唱的西楼会 正是这出江湾 于书也赌气去了 那文报便发个混道 你赌气去了 恰好今日正月十五 荣国府里老祖宗家宴 带我骑了这马 赶进去讨些果子 吃是要紧的 说必 引得贾母等都笑了 薛姨妈等都说 好个鬼头孩子 可怜贱的 凤姐便说 这孩子才九岁了 贾母笑说 难为她说的巧 说了一个赏字 早有三个媳妇 已经手下预备 下销破裸 听见一个赏字 走上去 将桌上散堆钱 美人搓了一破裸 走出来 向戏台说 老祖宗 姨太太 庆家太太上 文报买果子吃的 说必 向台一洒 只听呼啷啷 满台的钱啊 贾真 贾脸一命小思 满台大破裸的钱 预备 为之怎声赏去 且听下回分解 这部最新作品是我认为非常好的作品 旨在让盲人或市场人士也能享受电视和电影的乐趣 这部作品更是我对提供包容性体验的坚持和热情的体现 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享有获得相同信息和娱乐的权利 因此我投入心血制作这部影片 希望通过我的努力 使更多人能够感受到故事的魅力和情感的共鸣 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 请给予你的支持和鼓励 每一次观看 订阅 以及点赞都对我意义重大 我也诚要你们加入我的社群 一起交流和提出建议 你的意见不仅是我改进作品的动力 也是引领我探索新创作方向的指南针 请不吝点赞 订阅